欢迎来到美厅 千万别把自己养成穷相 鬼谷子,有云,宁生穷命,不生穷相,穷命可改,穷相难医 一个人物质上的匮乏可能是出身造成的,但精神上的贫瘠往往是后天养成的 穷命尚可回转,穷相永无出路 所以我常说,千万不要把自己养成穷相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那些成日蓬头垢面,胡子拉叉的人,日子往往都不太顺 而仪容干净,打扮得体的人,生活大都井然有序 一个人的形象里,藏着许多的前排词 不修蝙蝠,外表邋遢,在别人看来就是敷衍生活,不尊重对方 这样的状态,不仅难以收获信任好感,也会使自己沾染霉运 1990年,31岁的倪平因为能力出众收到了电视台抛来的橄榄枝 欣喜若狂的她,风尘仆仆地赶到台里报道 却因为形象问题遭到了职场冷遇 原本,编导老师们都很期待一位优雅靓丽的女主持,给节目带来新的变化 可看到倪平之后大失所望,甚至对她的主持能力也产生了质疑 那时的倪平,穿着肥大的衣服,戴着口罩,头发随意地挽成一个疙瘩,俨然一位农村大嫂 所以,在她出来报道时,老师们并没有站起来欢迎,更没有人给她介绍工作流程 此时的倪平还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 直到录制综艺大观时,她为了上镜好看,化了精致的妆容,换上了合身的西装 当她出现在摄影机前时,编导们惊艳不已 而换了身形透后,倪平也变得自信起来,从容地完成了录制 节目结束后,大家纷纷夸奖她能力出众,形象打扮的也十分妥当 一貌取人,看似一种偏见,但在职场中衣着得体,一态端庄 就是你能力和素质的表现 出门前,不妨熨烫一下西装,让鼻挺的衣服撑起气场 复约时化个简单的淡妆,让鲜亮的好气色明媚生活 老话说,形透换一换,好运来一半 很多时候,你在形象上花的精力,会给你的学识、资历和教养点上传神的一笔 心理学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自证预言 大意是,我们会按自己曾说过的话形式,最终让预言真的发生 面对不如意的是,积极的想法也许会帮你找到出路,消极的念头,可能会让你走入深渊 正如于华笔下许三官的妻子 她有炸油条的好手艺,丈夫也勤奋努力 夫妻俩养育了三个儿子,虽然谈不上富裕,但也算平凡幸福 可她特别爱抱怨,只要和家人有摩擦 她就会坐在门槛上,抹着泪,嚷嚷自己造了什么孽,才过成这般光景 邻居刚开始很同情她,忍不住为上且安慰 可时间久了,没有人再同情她,反而像看闹剧般旁观 丈夫因此和她争吵不休,孩子也被吓得缩在角落 一脸哀怨的她,最终真如自己抱怨的那般,把生活过成一团乱麻 生活从不会因为你的教苦而收手,境遇也不会随着你的哀叹而好转 四处都受苦难,无异于给伤口再次撒盐 真正的强者都明白,与其在自怨自艺中虚堵光阴,不如咽下委屈,默默前行 杨将在洗澡中讲了姚蜜的故事 姚蜜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家境因时,备受宠爱 可读大学时,父亲却意外离世,母亲也中风瘫痪 为了救治母亲,家中以债台高筑,她也不得不退学 生活对她重拳相机,她却没有怨天尤人 从小养尊处优的她,一边将家宅抵押来筹药费 一边努力赚钱补贴家用,得空了她就给母亲按摩,帮助她恢复 最后,姚蜜不仅还清了债务,母亲也奇迹般恢复神志 成年人的世界,处处是险瘫,步步是难关 少有人鼎力相助,多的是苦乐自度 哭诉哀怨于事无补,悲时不宣,难时不速,才是应战的最好姿态 最近重温了电视剧繁花 不由得为灵红和灵子的故事感到唏嘘 灵红和灵子在日本打工时相识 相似的经历使两人惺惺相惜成为了朋友 当时灵红过得潦倒落魄 连吃顿饱饭的钱也凑不起,还被房东赶了出去 最困窘的时候,灵子伸出了援手 接他来自己家居住,还把钱借给他应急 不久后,两个人一同回到上海 灵子,靠着朋友的关系,在街头开了一家夜东京饭店 灵红则在对面开了家精品店 精品店生意不好,多亏有灵子和新善的邻居 隔三差五光顾,灵红才能勉强支撑起店铺 可一段时间后,灵红眼看自己生意冷清 不禁动了歪脑筋 他将首饰的进货单藏起来 抬高价格卖给身边的朋友 只值200元的珍珠耳环 等灵子来买时,他翻倍到2600元 后来,他做的这些事尽数败露 灵子和他撕破脸 邻居们也避之不及 他不得不离开上海,去到别的城市 老话常说,世人神机却无路 聪明反备聪明物 和人相处时,把帐簿翻得太勤 容易破坏积攒的人员 与人合作时,把算盘打得太响 常会赔上宝贵的信誉 没有人愿意为自私的人铺路 和算计的人为伍 真正有远见的人 懂得让利给别人 因为他们深知 利他是最高级的利己 捉成是更智慧的牟利 前不久看到了 宋丹丹的一段访谈视频 他在视频中苦笑着说 刚和前夫离婚时,感觉很绝望 我一个人拉扯着孩子很艰难 又因为导演的地位很高 我当时以为我有很多好朋友可依靠 一离婚,我发现所有的朋友都奔他去了 那时我发现 靠谁都没用 人这一辈子只有靠自己 你有没有在哪一刻突然意识到自己无人可依 也许是庇护疼爱自己的父母 如今已垂垂老矣 也许是昔日热络的朋友 无力可图时突然地疏离 抑或是曾是坐避风港的那个人 却给自己带来了更多摧残打击 经历多了就懂得 人生是场单打独斗的旅程 没有人能时刻为我们遮风挡雨 替我们披荆斩棘 一味半可怜 寄希望于别人的拯救 往往会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 就像曹宇笔下那个可怜的黄省散 他是银行资料录入员 由于能力平庸 人又木讷 每天干着最重的活收入 却总被克口 面对不公 他从来不敢为自己发声 只敢和同事倾诉 渴望对方为自己出头 可同事尚且自顾不暇 和谈帮他解决问题 几年后公司裁员 他又想靠麦可怜 博同情来保住工作 他日日敦守公司秘书 和对方强调 自己有一大家子人要养 身体又弱 真的不能失去工作 可秘书不仅没有同情他 反而狠狠将他羞辱一顿赶了出去 人性本质都是木强的 人总是更愿意为强者喝彩 不愿意被弱者依赖 因为强者或许能给自己带来利益 而弱者往往只能带来麻烦 所以啊 与其指望别人同情 不如靠自己爬过险坡 蹚过泥河 人这辈子 能活成让人羡慕的松 就别活成靠人垂帘的疼 藤王阁序里说 穷且一间 不坠青云之至 穷不是一种状态 而是一种心态 没有人会一辈子受穷 戒掉以上四种穷相 翻身是迟早的事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我答应 走吧 你 都不愿意